有一个交往很久的一个男朋友 就一年以上了 但他这一年交往的过程当中 他从来都没有碰过你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正人君子 所以说他有问题 觉得肯定有问题吧 我觉得喜欢不要碰 最好是几千年的朋友那种 应该去看医生吧 可能我前胸前后背 区别一个是前胸前后背一个没有前胸前 他是gay吧 要么就是不喜欢我 要么就是他自己有问题 出个问题是什么 就男人的问题 就该去医院了该吃药了 爱我的话肯定会碰我的 那应该是他不行吧 我觉得超过这个时间一年以上应该是属于比较极其不正常的一个人 你正人君子的义冠情瘦 我们还不喜欢 正人君子 正人君子喽 义冠情瘦 至于正人君子可以把它调整为义冠情瘦 对啊 一冠情瘦 如果是一冠情瘦的他他不只对你一个人一冠情瘦 他对每个女的都一冠情瘦 一冠情瘦吧 如果是男朋友的话还是一冠情瘦吧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正常啊 一冠情瘦 比这真实一点 假正经的比较可怕 还是喜欢有点小坏的吧 还是喜欢有点小坏的吧 如果你是男朋友在哭啪啪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被打断了 你觉得你自己会更难受 而且还是觉得对方会更难受 我觉得反正我不难受 因为你心冷淡 他吧 直觉 如果大家都已经快到终点了 然后这个时候停下来 应该两个人都会比较难受吧 但是如果相比之下 我觉得男生应该会比较难受一点 因为他们体那种又有一股洪荒之力 没有泄放出来啊 女生是可以控制的啦 男生应该比较那个 女生用自己的心理条件 男生用自己的 通到最多的情况就是突然 我爸或者我妈打电话过来 然后又不得不接 然后接了之后 我还要假装整个气氛都很安静 一个人在家那样的 欸妈妈什么事情 嗯 就这种情况下会 或者是老板的电话 其他事情都不能阻挡我 都不会难受 还有下一次还有下下一次 还有下一次 所以中途一次两次 这个没关系 在看片的时候 最怕被谁抓到 父母吧 我妈肯定会说 你在搞什么 他都是偷他爸的来看 被警察抓到比较尴尬吧 因为 是什么情况下能被警察抓到啊 你肯定是你在 对对对不正当的场所 看这个片 别人会以为你 是有一点那个啥的 平常跟父母看电视的时候 一到那个部分 他又遮住你的眼睛 不能看 现在也一样啊 男生 父母吧 就觉得你这个女生 怎么那么 那么涩啊 心里的男生看到就 就可以表白了 直接简单冲暴一点 但是看你 那时候表白就应该很习惯了 不会啊 万一他也有 也也会 可能也有过敏也说不清楚 因为胖胖还是一辈子在你身边 你刚刚刚那另外三个人可能这辈子有可能就见过之后就不会再见 比如班主任这种东西可能就以后不会再见了 班主任吗 毕竟父母会理解我的 因为父母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虽然他会说他们那年代可能没有看这个 但是他们也是 绝静法式 都会理解 我的想必问就是先定一个小目标 比如先赚一个亿 找到男朋友 找到男朋友 一起屋 希望今年我跟我搭档的小事业能越来越好 找到真爱啊 不要套路的 让我越来越有钱 让我越来越漂亮 顺利毕业找个男朋友 长得少多像 花财 变瘦变漂亮 我愿望早日脱单吧 今年赚大钱 工作顺利吧 希望我明年马甲线能练起来 我希望可以嫁给我的男生